运最大传播链 远雄自贸港区 疫情没完没了 押虚电脑10号再报11人确诊 其中3人CT值较低 研判可能才刚被感染 检疫所不排除可能就是染源 现在首度被清空 离开了我们就把它清空 就是没有续约了嘛 就顺便把它清空了 前进指挥所强调 这间检疫所是春节专案 真用的旅馆规模较小 本来就签约到2月底 如今又爆出确诊 大清销后就顺势清空 但因转阳案例连环报 究竟是宿舍还是检疫所有问题 卫生单位还得再理清 防疫旅馆可以发生 那集中检疫所当然也可以发生 现在朝不管是集检所 或是短暂后来在宿舍的那几天 会不会有交叉感染的关系 桃源疫情持续延绕 孔城亚续反版的嘉陵艺术林厂 也曾有台籍工程师 到桃源厂区支援 位在观音的桃科厂 时候紧急裁剪415人后 索性都是隐形 没有外籍移工互相支援的情况 观音场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风险的 纯洁过后本土出现 极其跨线式家庭群聚 还有扩大迹象 专家也直言过年后 这样的状况跟预期一样 未来预估仍有零星群聚出现 疫情威胁未减 想守住这波不能松懈 就综合不倒 扩大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扩大运